你正在找到罪犯,你正在创造罪犯? 对,是的 最近几天,众议员马乔里,格林宣布提交弹劾多位美国司法高官,其中甚至有检察官马修格·雷夫斯,FBI联邦调查局局长雷,总检察长加兰,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美国FBI联邦调查局长克里斯多·弗雷更是被爆出与中共有联系,正式控告文件中写道,雷局长已将联邦调查局变成卖美贼的私人, 联邦调查局局长或任何文职官员以针对某一政治阶层并偏袒另一个阶层的方式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雷在针对普通美国人的时候使用了苏联式的策略,并将威胁标签贴在从反堕胎团体到传统的天主教徒的每个人身上,他甚至派遣武装特工到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家中,处于政治动机进行突袭以影响即将举行的选举,雷正在利用他极其强大的直播, 这位克里斯多弗雷在被任命为FBI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前是Keyn与Spalding的律所合伙人。 在Keyn与Spalding律所期间,克里斯多弗雷从律所收取了1400万美元的报酬,而Keyn与Spalding接受了中共盗国贼王岐山所拥有的海航集团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代理律师合同。 更有意思的是,这位克里斯多弗雷在未被中共渗透以前曾是郭文贵先生的律师, 5月13日保守派评论员Chuck Kai-Easto在推特的爆料称,在FBI突袭前一个月, 郭先生就准备好向美国相关部门提交中情局以及政府高层里那些与中共勾结官员的名单, 之后雷局长便派出100多名FBI突袭18楼带走文贵先生, 并在FBI离开后18楼离奇失火。 而根据最近的川普通俄门的特别检察官约翰·达勒姆的报告, 其长达306页的报告中指出,FBI使用原始未经分析, 且未经证实的情报对川普通俄门事件展开全面性的调查, FBI在报告发布后不久做出回应,承认在2016年犯下的错误。 早在今年1月底的时候,众议长麦卡锡就成立了委员会, 开始调查美国、FBI、联邦调查局在内的多个政府部门, 这其中主要就是涉及中共在美国的渗透。 如今众议员马乔里,格林的一系列弹劾正式开启美国反对中共对美司法武器化的新进程, 相信很快被中共收买渗透的官员将一个又一个的暴露和被审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